我经常心情不好 当时我妈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 高中毕业的时候也有过一次 就是我在家里看小说 那个时间也会骑着我 那个自行车讨和 每天就绕着我们那个小县城 一圈一圈的 看着看着就不高兴了 然后就去上厕所 回来的时候就直接就晕倒了 第一次出事就是骑着那辆自行车 我妈说我还说胡话 但他们以为是中邪了 不知道为什么就撞上去 整个脸就血肉磨 我只能是回想它 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这个东西 可能它不叫抑郁症 你不会有这个东西